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库尔贝是法国著名的画家写实主义画派的创始人 何谓写实主义呢 从广义上来说 在艺术的领域 写实主义就是力求真实客观的表现主题 不带任何虚构不真实的成分 以及避免反对艺术习俗的 不真实的 奇异的和超自然的元素 主张艺术应该以现实为依据 反对将生活加以粉饰 他的名言是 我不会画天使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库尔贝呢 出生于法国东部靠近瑞士的杜省奥尔南 父亲呢 是一位农场的主人 母亲来自律师的世家 他的祖父是法国革命的斗士 他在一个重视自由与平等精神的家庭中长大 当他小的时候呢 村子里的神父就教导他绘画的基本技巧 神父带着他到森林或昭折的地区呢 练习风景的素描 令他感到自然的美以及伟大 他就在这块土地上创作了几幅 日后呢被称赞为只有他才可以画得出来的风景画名作 1839年 他接受父亲的建议到巴黎去学习法律 可是最后选择了画家之路 除了在绘画学校学习之外呢 他也时常去罗浮宫临摩 并且还常常到一家酒店去 在那里呢 他认识了日后被称为法国近代诗人的波特莱尔 还有年轻的艺术家们 对于革命后的混乱社会 有各种不满的他们 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 交情日渐深厚 1849年 他回到家乡 创作了碎石宫 奥南的葬礼等 如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 成为写实主义艺术的领导人 他坚决反对旧的传统观念和习俗 成为背叛传统画派的新一代艺术家的领袖 他还创作了许多著名的风景画 并写散文和政论 呼吁民主和自由 1856年 他访问德国 受到热烈的欢迎 他曾经拒绝了拿破仑三世 授予的荣誉军团十字奖章 使他的人气大增 1871年 巴黎公社成立 他被选为公社的委员 艺术家协会的主席 负责博物馆的工作 库尔贝在现实生活中 是社会主义的信徒 他反对君主体制 通缉政府的权力扩张 他坚决主张推倒象征帝国主义战争的 旺多姆圆柱 这个圆柱呢 是拿破仑为了炫耀侵略的战机 用掳获的一千两百门大炮 融柱而成的 上面刻满了 拉破仑历次的战机 1871年4月12号 巴黎公社委员通过法令 说他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物 是对军国主义的赞扬 在1871年5月16日 库尔贝带领民众 打毁并拆除旺多姆援助 巴黎公社被第三共和政府剿灭后呢 他选及被共和政府 以公共危险罪被捕入狱 并被判刑六个月 以及赔赏援助重建费30万法郎 旺多姆援助呢 和拿破仑雕像被重新的树立起来 至今呢 仍然树立在旺多姆的广场 1873年出狱后呢 他为了逃避天价的债务 逃亡瑞士 最终呢 于四年后 因为酗酒 导致干硬化而克死异乡 1882年 法国美术学院 为他呢 举办了个人的画展 我们了解了库尔贝的生平后呢 我们来谈一下 他一生最重要的画作 奥南的葬礼 这是一幅打破19世纪 西方绘画史的传统画作 在奥赛美术馆内呢 可以堪称尺寸最大的作品 这一件作品呢 不仅给法国 还有整个欧洲的画坛 带来巨大的冲击 他的绘画不呈现美 讲的是真实的世界 没有王公贵族 画的只是平民百姓 这幅画 记录了1848年9月 他的家乡奥南大伯的葬礼 他忠实地描述了一场 家乡世俗葬礼的景象 而不是像历史画那样 在这一幅极大的尺寸中 描写不特别夸张的情绪 只是忠实地记录着乡村葬礼的细节 家属村落中的亲友聚集在墓地 神父 司祭 主持仪式 掘墓的人呢 准备埋葬 棺木 在整个构图的背景上呢 人群的分布 库尔贝呢 以镜头横向浏览过每一个人的面孔 是哀伤的或安静的面孔 唯一垂直描绘的 只有在山上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仿佛这是生命中必然要经过的阶段 这幅画在一片黑色之中呢 巧妙地搭配着灵星的白色 创造出节奏感 是一幅被誉为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 但是当时保守派的沙龙评论家们 却无法接受这一件作品 他们认为画面中的神父 一脸罪意 毫无威严 一群老妇人悲伤的神情 绝对称不上是美 可是库尔贝认为 这些呢 才是活在当下的百姓们 真实的模样 他只是忠实地做记录 忠实地呈现自然 他说 我不画看不见的东西 库尔贝认为 这才是留给后世的真实的写照 这一集名画背后的小故事 法国写诗主义画派的创始人库尔贝 与他著名的画作《奥南的仗礼》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还会持续地为您介绍 他的画作 敬请期待 欢迎订阅 入底个人工作室 名画背后的故事 小故事与圣经故事系列 我们有详尽的介绍 也非常欢迎您开启小铃铛 并不要忘了按赞 谢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